中華民國102年 繼去年數王批抽水站動工之後 市府水利局規劃的 第二座中興段抽水站 也在這天動工興建 主機關副市長蕭家綺 帶領地方民代以及多位里長 人手一駐清香 向神明祈求抽水站功成順利圓滿 今天動工的中興段的抽水站 最主要就是負擔中興段排水的 防洪量的抽取 也是緊鄰著中興大里溪 所以我們過去 從卡梅基颱風的經驗來看 因為大里溪的洪水高漲之後 會造成倒灌 導致我們這邊排水產生困難 所以我們中興段的抽水站 完工之後 就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地方表示 當年卡梅基颱風帶來的超大降雨 造成大里溪水暴漲 也使得大里跟烏日武光地區 沿大水居民備受困擾 因此水利署是補助了 三億元的經費 除了10座樹王皮抽水站 這次動工的中興段抽水站 將能調節中興大排的水流 我們這個抽水站 預計在七月或八月 但是我期望 在真正颱風來臨的六月左右 萬里有大雨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發揮局部的功能 我相信兩個抽水站 加起來的這個功能 能夠在大水來的時候 讓我們這個地區能夠不再淹水 這個惡夢 然後順利把這些大水 抽到大里溪來排除 動土低產 請求工程順利進行 當成績是一道 眾人一同動產 市府預計中興段抽水站 今年七月就能運轉 屆時搭配樹王皮的抽水站 兩座抽水站在必要時 可以發揮功能 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接下來修豐台中採訪報導